喜欢Mark的朋友们都知道啊,这位一米八的小哥哥不仅长得帅身材好演技好之外,超级会聊妹,常常把自己的心肝宝贝甜豆都不要不要的,因为他他会说情话了,常常会被别人以为他是个花心大萝卜头,但其实不是呢,Mark的情话只对听一个人讲哦,而且吧,在讲情话这方面吧, Mark是指钱不污,身对听换心,那句话怎么讲的来着,若水三千只取一票,其实吧也不只是得到了听的换心,粉丝表示在开心了,这些狗粮真的很不错啊,哈哈哈哈,特别关注过二人恋情的朋友都知道啊,Mark真的是超级爱听啊,如果不是超级爱,怎么会说出那么软绵绵的情话呢? 身为疗亡的他如果不是真的爱听,两人怎么会一直坚持到五年呢? 这可比泰国以及国内众多男性和众多女性的男朋友,甚至老公强多啦,近日Mr.K就澳大利亚旅游戏接受了访问,五周年纪念日,Mark表示和K一起吃了一顿好吃的一庆祝度过这一天,的那天并不是很浪漫,因为那天吃饭的店里简直是人挤人,人爱人。 关于纪念日礼物啊,Mark就比一只大猪蹄子强多了,人家不会脑子里热送那些贴币女朋友都哭了细烈,人家深深的了解了KIM想要什么呀,既不浪费,又深的女朋友都欢心,了解女朋友爱好的男人。 可是打着灯笼,都难找哦,哼,有些大猪蹄子就学着点吧,女友听送了自己一台胶片照相机,就我分析而言,女孩子吗,哪个不想记录和自己的白马王子每一天呢? 相伴到白手,想想就浪漫急了呢?至于Mark送了KIM啥,人家送了女朋友一样,每天都会用到的东西,虽然不是BIY,但是既然每天都会用到的话,想必是花了不少功夫抢出来的。 想知道是什么礼物的小伙伴,可以去问问KIM,哦,真爱大不过,是陪着自己爱的人一朝一夕吧,娱乐学如此忙碌,有个礼物能天天陪着女友,也是超级杰囊。 Mark表示想和KIM走到最后,身为超帅男艺人,的他应该是碰到真爱了,对于某些黑粉的话,他表示,我们两个人交往,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,无关别人。 无关其他,让我们为二人捂着年轻客,洒话洒话。